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要跟各位介绍了有两个男人合体组成的超级英雄 物吉塔 不对 这是日式动漫的作品 是属于RT的场子 你在叫我吗 诶 是RT啊 你怎么在这里 是不是美漫我也是略懂略懂有在攻略 最初现在你这边也是相当正常的事情 哦 好 正如我前言所说 我这次要介绍的英雄 是在两个男人差处充满化学反应的火花中诞生的 而这位英雄就是 火风暴 Always on fire的男人 火风暴首次登场于firestone第一年 第一期1978年3月 构成火风暴的男人分别是 运动型男 罗纳德雷蒙德 智慧型男 马丁斯坦因 在最早版本的故事中 罗纳德他是一位刚展开高中生活的少年 年金气盛的小伙子 马上加入了他们学校的美式足球队 好然照他体内满腔的热情 想当年 我刚读大学的时候 也是为了发现我体内的 诶 等等 我这里是优质18家频道 你不会讲一些需要装刹车的话出来吧 你刚刚说他加入美式足球队之后呢 罗纳德非常享受他的学生生活 不久后便看上了一位金发美女 他叫多灵黛 像说男孩子一样 他向多灵黛展现自己的过人之处 希望能够吸引他的注意 那他成功了吗 嗯 效果非常显著 可惜不久之后 就出现一个名叫 克里夫卡麦克尔的男子 他刻意让罗纳德在众人面前出洋相 在克里夫的捣乱下 使得罗纳德在众人眼影都显得有些笨拙 虽然多灵黛并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但罗纳德还是非常的在意 为了扳回颜面 罗纳德加入一个反核活动的社团组织 这个组织是由一个叫 埃迪·埃尔哈特的大叔所领导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正面的反核运动组织 但事实上 他们是一个犯罪组织 只是用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保护色而已 某日反核组织展开了一场抗议行动 但这次的行动却逐渐失控 不久之后抗议现场变成了露天的全武航 更夸张的是 埃迪还准备破坏马丁斯坦设计的核电设施 这件事被罗纳德知道了 他试图阻止这次的事件 他当下立刻劝身边的伙伴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不料在场的好人只有他一个 罗纳德的发言 让埃迪·埃尔哈特狠狠地赏他一拳 被打印的罗纳德被抬入了实验室中 接着马丁斯坦也轻易地被埃迪等人急晕 当罗纳德再次醒来 两人已经被困在专门炸弹的实验室之中 而埃迪等人已经开着车投资夭夭 就算罗纳德冲向前想要阻止炸弹爆炸 但一切都太迟了 炸弹爆炸了 产生了许多化学反应 这特殊的化学反应 改变了他们身体的原子 而当他们再次醒来时 罗纳德和马丁斯坦博士 两人进合体成为一个全新的存在 火风暴因此诞生 由于爆炸时罗纳德意识是清醒的 因此是由罗纳德来控制身体 马丁斯坦博士则是像个投影一样 出现在意识里 他们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超凡的力量 俗话说得好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因此他们就展开了英雄的职业生涯 说得好 不过在刚成为火风暴的初期 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很顺利 由于第一次合体是马丁斯坦处于意识昏迷的状态 所以之后每次合体 马丁斯坦都处于异常的情况 导致他解体之后都会忘记合体时发生的事情 以至于他清醒来都会惊恐地发现 自己为什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让马丁斯坦认为自己有精神疾病 久而久之让马丁斯坦越来越颓废 沉迷于酒精 变得自暴自弃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 嘿请说 如果马丁在喝醉的情况下 和罗纳德合体会怎么样 在酒醉情况下合体的火风暴 也会呈现犯罪的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的画面会很ㄎㄧㄧㄥ 随着故事的发展 罗纳德把他们合体成为火风暴的事实 告诉了马丁 顿时马丁才霍然开朗 慢慢地开始回忆起成为火风暴之后的事情 由于罗纳德的坦诚相见 两人也逐渐地培养出非凡的友情关系 甚至能够在合体的情况下 保持清醒的意识 这让火风暴这个人物 之后添增了许多可看性和趣味性 战斗的过程同时还有满满的内心性 那罗纳德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马丁 他们合体了这个事实呢? 没关系 不必勉强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你 故事发展到Firestone第二年之后 马丁发现自己得了癌症 将不久有人试 他知道一旦自己离开了 火风暴也会随着消失 于是要把握人生最后的光阴 做了许多贡献 瓦丁迫使世界各国放弃核武 这对美国和俄罗斯等强火 是个公然的挑衅 理所当然 这也替火风暴招来的杀身之祸 美国政府不能容忍火风暴的作为 先是派出原子队长 后又联络阿曼达派出自杀小队 他们不计代价 就是要消灭火风暴 不久后 之前联盟也介入了这场纷争 这种多方人马的混战 持续一段时间 在众人都倒下的情况下结束 苏联派出了自己实验中的原子人 继续和火风暴作战 这位原子人是一位叫 米哈伊尔·艾克埃丁的超级士兵 战斗的最后 火风暴成功击败了原子人 但也因此原子人变成一滩奇怪的物质 而马丁斯坦博士也在这一战之后断气了 他的变身元素飞了出来 但罗纳德无法同时再持有更多这样的能量 突然 苏联发射一枚核弹 朝他们飞了过去 关系着存亡的关键时刻 罗纳德过不了这么多 就让元素递给了地上诡异的米哈伊尔 核弹击中了他们 爆炸过后 浓宴中出现了一个身影 而这个身影就是新生的火风暴 后来在第一次宇宙大事件 身份危机之中 再次与反派爆发大战时 火风暴尝试夺走一个反派手中的箭矢 被敌人晕了一手 因此身体被刺穿 由于火风暴的田舅是拥有无数强大能量在熊熊来烧着 这样的外伤对他而言就像和外泻一样 火风暴即将爆炸 罗纳德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了 他飞到空中并告诉战友 告诉我的父母我爱他们 下一秒就爆炸了 永远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故事发展到2004年DC出版的Firastome第三年 登场一位在数十店打工的黑人小伙子 杰森·西鲁 在这个小镇他过得并不快乐 身上与人发生口角 他一直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够离开这里 因此他努力地工作 他家里还有一位关心他 但却少了一只手的父亲 可惜的是早上杰森因为又和别人爆发冲突 因此丢掉了数十餐厅的工作 为了想办法凑到离开这个小镇的钱 杰森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 他从附近的地头蛇手中 拿到了离开小镇所需要的物资 可是却还回家的过程发生了意外 而在这场意外之中 火风暴的力量背到他面前 杰森继承了火风暴的力量 而后他只需要随便找一个人和他合体 杰森都能够变身为火风暴 再来我要说的起源是DC于2011年开始的 N52重启版 大家顺便好推更新观众的作品对吧 是第一没错 在N52的版本中 罗纳德·雷翁德和马丁斯坦博士 杰森·希鲁三个人是同时存在的 罗纳德跟杰森是高中同学 关系非常的微妙 说是好友又常常起争执 而马丁斯坦博士则是一位相当厉害的科学家 他拥有许多跟上帝粒子有关的研究和发明 他将其中一项发明给了他的好伙伴 杰森·希鲁 故事一开始有个犯罪集团就到处在寻找 马丁斯坦博士发明的上帝粒子 随着调查他们找到主角所救途的高中 犯罪集团在这里大杀四方 只为了拿到上帝粒子 在逃跑的过程当中 杰森将上帝粒子展现给罗纳德看 犯罪集团抓住了他们 插手问杰森有没有遗言 杰森回道 有 火风暴 话一说他立刻引爆了手中的上帝粒子 上帝粒子瞬间涌出 并让杰森和罗纳德当场就变身为 新的火风暴个体 并还不是完整的火风暴 哇 原来是火风暴 我还以为是杀森呢 罗纳德以为是杰森引起了巨大的爆炸 而炸死他的朋友 并和杰森拳脚相下 两人打着打着就进行了第一次的合体 只不过这种愤怒情况下的合体并不顺利 他们变成了狂怒的化身 愤怒型火风暴 他们利用火风暴的力量击退这支犯罪集团 之后自己就飞到远处 找个没人的地方准备整理思绪 但他们休息没多久 反派的人马又再次追了过来 他们两人才合体成功变成火风暴 火风暴的能力有 重新排列无机物质的原子和亚原子 透过这样的能力 能够创造不同的物质 但当它试图转变游击物时 就会受到相当的痛苦 甚至有致命的危险 能够观察到夸克等级的世界 飞行 射击能量攻速 如果想要看火风暴的作品 欢迎使用DC&T们哦 在这里你可以买到正版的数位漫画 好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内容 感谢RT跟我们一起把它看完 不用客气 如果喜欢日式作品类的观众 可以多多follow他的频道哦 这次是我主动找RT来客串 按照你们之前影片的逻辑 我们应该是 刚心交的好朋友对吧 所以你这次到底为什么会找我合作啊 因为 我介绍的是火风暴啊 需要合体合成的男人 那么我再来回答几位观众的问题 首先是JK版月 帅哥为什么你最近的病越来越严重 快点吃下镇定药丸吧 嗯 为什么啊 这个 我还真的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没办法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然后再来就是药丸的部分 首先 药药可以一样啊 这是在多森特工的翻译影片下面的留言 我不想看帅狗翻译 我想看帅狗配音 我觉得如果我配音的话 可能整齣戏的吊吊都跑掉哦 会变成喜剧片 我不知道你这样受不受得了哦 看大家的意见 再来是卡斯巴尔 做这种古早的大事件一定很麻烦吧 嗯没错说实话真的非常的麻烦 而且他有几个章节是没有翻译的 只要我故事讲到没有翻译的 我就得自己重新去做翻译 那真的是非常麻烦的 而且有很困难的事情 帅狗本身又不是外文系 我的破英文能够翻译出来的东西 也是 有点 有点凌功 再来要回答的观众叫做睡觉爆炸 等等你的床没事吧 好你的问题是 为什么老爷没有被那个绿灯界选上吗 其实呢我并没有看过官方有给一个 比较正确和明确的解释 解释为什么蝙蝠侠没有被绿灯界选上 但是蝙蝠侠确实是带过绿灯黄灯还有白灯 然后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 DC有推出过一个动画系列 叫做蝙蝠侠的传奇 那好像是中意吧 英文叫The Batman 然后在这个卡通系列当中呢 蝙蝠侠有一集和圣纳托对战 我记得是打圣纳托 就在这集的故事当中 蝙蝠侠有使用绿灯界去和他作战 当然蝙蝠侠使用绿灯界的技术 肯定是妥妥没问题的 就是要说我们家老爷啊 蝙蝠侠使用绿灯界的力量成功的击退圣纳托 而使用完之后呢 他很干脆就将绿灯界还给哈尔 丝毫没有任何一点点不舍 我忘记是哈尔还是罗宾了 反正就有人问他说 诶那蝙蝠侠你觉得怎么样呢 蝙蝠侠就带着一抹微笑说 哼这并不是我的风格 再来就是关于蝙蝠侠使用白灯啊 呃我要跟大家说 蝙蝠侠使用白灯的时候呢 他是被生命之灵 就是白灯的意识给控制的 并不是他自己个人在操作 所以使用白灯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 好那这次的Q&A就回答到这里啰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铃铛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错 欢迎分享给你可能会有兴趣的朋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感谢所有赞助我PlayzPlay的粉丝 谢谢你们哦